19號晚上8點多 在高雄聯亞區 有一棟透天措的三樓 是冒出了熊熊火光 這個附近的民眾都相當驚嚇 拿手機來錄下這一刻 而當時也有非常多的消防車 趕到現場救援 來聽一下附近民眾的說法 聞到那顆燒焦味 一跑出來看到好多火 三樓RC加蓋的 現場燃燒的東西 因為它現場是為 囤放家具的東西 其實現場是囤放一些家具或雜物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人受傷受困 由於這個火勢相當猛烈 主要是因為這一棟透天措 一樓是一間二手商品店 而卻了解這個三樓 平常是沒有人居住的 都是用來囤放雜物 而當時一發生火災的時候 火勢才會一發不可收拾 消防隊還出動雲梯車 到現場來救火 幸好這個火勢很快就控制住了 而消防隊也總共出動了 十車二十六人到現場來搶救 而這個確切起火原因 這個消防局後續還要調查 是的 孫agger 以錄